GIRL YOU SHOULD WEAR A NAME TIGHT 你VICIOUS PRESENTING 嗨大家好我是Shelly 好久不見 這是我回台灣之後第一次做setdown video 這個背景有一點點的寒酸 剛剛原本這裡很空 然後我就跑去硬搬了一個假的植物來當裝飾品 大家就將就一下 我覺得Ori這樣空空的背景其實也蠻好的 先讓我把這個奶茶放在這後面一下 因為我前面沒有個桌子 今天的影片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想跟大家聊聊在Netflix上面閉嘴的十部影集 這主題其實之前蠻多人希望我做的 所以我去年有做了一個list 但是你知道我就一直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到底要放哪些進去前十名 有一些覺得很好看但是它直的排進去嗎 或者是有一些就覺得當時覺得很好看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還好沒有再繼續追 最近我終於下定決心要把這十部放進裡面 我覺得是大家必追的 但是我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覺得Netflix上面實在有太多好看的選擇也非常的多 所以要把它濃縮到十部以內 我覺得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我應該很難只有講到十部吧 忍不住在說那一部也不錯 這一部也不錯 為了以防這種狀況發生 我已經先提前做了功課寫了一個list 15分鐘過了 我還沒有進入主題呢 第一部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我給你們幾秒鐘去思考 你們覺得我一定會推薦的是哪一部片 如果你們猜對了 就代表你們很follow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剛剛小小的走音演唱會 沒錯就是Friends 我跟你說Friends真的是人生必備的一部片 你平常有時候在吃飯 不想要追了一部片之後 在電視上卡很久 又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候呢 就是看Friends 因為他一集也才二三十分鐘 然後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題 所以你看完這一集之後 你就覺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做別的事情了 而不會說你覺得 我想要再看下一集 看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Friends實在是太經典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外面的人說 你從來沒有看過Friends的話 我覺得大家的反應都應該是 什麼? 你沒有看過Friends? 如果這樣子還引起不了你的興趣的話 我再跟你說一個原因 讓你覺得你必須要看 他非常好學英文 所以對於想要練好英文 或是想要學更多單字的人 我覺得Friends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之前有在我去L.A.的Vlog裡面 跟大家說我為什麼這麼愛看Friends 因為我那時候有去L.A.的Warner Bro Studio 就是他們的棚內看Friends的場景 那時候真的是 但以防萬一今天是你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話 我再快速的說一次 如果你已經聽過這個故事的話呢 可以按個快轉 故事是這樣的 大概在兩年多前 我跟Kevin從台灣搬回溫哥華的時候 Kevin每天都要上班 但是我這個無所事事的家庭主婦呢 那時候還沒有開始做Youtube 在溫哥華也沒有工作 所以我每天在家就變成沒事做 只能等Kevin下班 當時的人生就這樣慢慢失去了色彩 直到有一天 Kevin無意間在Netflix上面翻到了Friends 跟我說 你看得出來還是那種十幾年前的電視劇 而且我也沒有非常懂它的冷笑話 我通常看的反應都是 OK 大概是這樣的反應 但是因為我真的也沒事做 所以我就一起接著一起看 看到後來你真的就會非常融入 他們每一個人character的個性 還有他們的冷笑話 你也會越來越抓得到那個點 所以到後來我常常是一個人在家 看著電視大笑的那一種 不知不覺家裡的電視就是 從早上到晚上 五時無刻都播放著Friends 大概就在一個月的時間 把實際的Friends都看完了 看完之後我還覺得意有未盡 所以連到現在我五時無刻 都還會在電視上面重複播放 有時候我跟Kevin不知道要看什麼時候 我們就是會看Friends 好 故事結束 我想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們有看過Friends的話 你們覺得自己最像Friends裡面的哪一個人物 因為我覺得我100%就是Monica 我每次看到Monica的一些舉動跟行為 我就覺得那就是我啊 因為她有OCD也有潔癖 然後我常常懂她為什麼生氣的點 Joey就是一個經典不用說了 How you doing? OK OK OK好 我要停止了 我覺得光是Friends我大概就可以講一個小時吧 好 我們move on到下一個 這只是第一個而已 我就可以講這麼久 第二個想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是類似像Friends 一個比較搞笑輕鬆歡樂的電視劇 但是比較現代一點的 叫New Girl 基本上就在講兩三個男生合住的公寓裡面呢 傳來了一個女室友 之後就在演他們之間的互動 火花跟生活去世這樣 她也是像Friends一樣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題 一集的常數也不久 裡面出來最有名的一段話就是 Schmidt happened Schmidt是裡面其中一個男主角 就是男室友之一 然後可能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說 Schmidt happened 我就覺得很好笑 它有點像是Inside Joke的一種吧 我自己是覺得New Girl也蠻適合學英文的 因為像這種短劇 你就可以重複他們說的話 都是屬於比較實用跟生活化一點的 第三個想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Jane the Virgin 它是一部Based on Hispanic的愛情喜劇 根據它的戲名 大概就可以猜到它是一部 關於一個叫Jane處女女生的 Telenovella 裡面的劇情也都是偏歡樂型的 偶爾會有一些很精彩 或者是比較芭樂劇的內容 但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它的配樂 跟它的剪輯方式 會讓你覺得蠻有趣蠻新鮮的 比較不一樣 裡面有兩個男主角 一個是Michael 一個是Rafael 大家在網路上面常常會說 自己是TeamMichael 或者是TeamRafael 我自己是屬於TeamRafael的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帥 女主角呢 不是大家眼中那種很瘦很高很漂亮 無關很精緻的女主角 但就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一部片 我有看到這女生後來有往大螢幕 好萊塢的方向走 發展也蠻不錯的 我覺得這就是 電視劇其實真的融得下 任何不同類型的人當主角 因為不一定是要高、帥、瘦、美 才有資格當女主角 像他們這種比較有特色 或是比較生活化的人 其實反而可以演出一部戲的特色 反正大家如果沒試作的話 可以打開來點第一集看看 自己喜不喜歡 喔!我也知道這部片呢 主要也是因為Kathleen Light 因為Kathleen Light推在她的影片 或者是Twitter上面 跟大家討論劇情 所以有一天我想說 反正沒事做 不然就點過來看看好了 第四個要跟大家推薦的是一部 英格蘭的古裝劇 叫Outlander 它是一部蠻特別的劇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外國的穿越劇 但我不想透露太多 然後spoil一些重點給大家 Skotland 蘇格蘭 欸!我剛剛講的是英國蘭還是蘇格蘭 反正它是Skotlander 故事的年代主要是在二戰之後 有一天女主角就不小心回到了過去 所以你會看到女主角用她未來 所知道的知識跟一些歷史 去如何在過去的生活跟文化裡面生存 男主角非常性感 不過要提醒大家 它是一部非常多裸戲的劇 如果有小孩的爸爸媽媽們就可以趁小孩睡著之後 在房間自己看 不要給小朋友看到太多的畫面 因為它除了裸露的部分之外呢 還有很多非常生動的畫面 嗯 Outlander這部片呢 也讓我不知不覺的 學到很多蘇格蘭那邊的英文用詞 因為跟美國加拿大是幾乎不太一樣的 很多用詞對我來說非常新鮮 一開始看覺得有一點點吃力 但是到後來就覺得 慢慢比較可以抓到它的意思跟口音 因為它的口音其實非常重 另外一點我跟Kevin很喜歡這部片 是我們覺得它的音樂都用得非常好 除了它的片頭曲非常好聽之外 它中間用的一些背景音樂 也會讓你非常融入那個劇情 跟當時的環境裡面 雖然會有一些比較沉重的部分 但都是為了整體戲劇再去撲梗 為了要演之後的東西 所以有些比較沉重的地方 其實你撐過去就好了 它也會有比較輕鬆的 總而言之我覺得就是一部 蠻適合大人們看的電視劇 第五個想跟大家推薦的呢 不是連續劇 它算的是實境節目 叫Terrace House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推薦過 它是日本的實境節目 非常有質感 因為裡面的人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他們正在被拍攝 不管是取景拍攝跟剪輯說法 都會讓你覺得很真實很自然 主要是在講六個年輕人 三男三女都被選中 然後一起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所有呈現出來給觀眾的呢 全部都是他們自由發揮的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任何腳稿跟setup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會有六個主持人 在評論他們的生活啊 互動啊 或他們的個性等等的 這是我覺得最好看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只是看幾個 陌生人在生活 你會覺得其實好像沒什麼好看的 但是因為有主持人 裡面的主持人才會講出 跟我們觀眾一樣的心聲 或者是我們才會去探討 他們的一些行為跟互動 有時候主持人就會一直調侃他們 或者是他們也會跟著很生氣 就會覺得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裡面有一個我跟Kevin自己最愛的主持人 叫Yama-chan嗎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怎麼唸 但他長得很有喜感 他每次講話都一針見血 也不會因為他知道 真的會放在電視上 所以講話有所保留或什麼的 你看他們評論這些年輕人的方式 就像他們雖然是主持人 可是他們其實也是觀眾 他們的情緒也會跟著裡面的高低起伏再走 所以當他們罵出你的心聲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特別過癮 我自己覺得是蠻有趣的一部秀 因為你可以看到人性 每一個人在大家面前跟背後不同的面貌 尤其是在日本這麼一個封閉文化的國家 彼此面前都是恭敬有禮的 但是在私下會怎麼樣 會讓你非常驚訝 目前Netflix上面出了三季 第一季是在東京東京 第二季是在夏威夷 第三季是在Kaluizawa 我們終於講完一半了 接下來第六個想跟大家分享的電視劇 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 叫How I Met Your Mother 從戲名大概也猜得出來 就是在陳述一個爸爸跟他小孩說 他怎麼遇到他們母親的一個故事 中間他年輕的時候發生了多少事情 跟他的朋友們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一季才終於跟他們的小孩說 他們的媽媽是誰 我覺得他的性子跟New Girl of Friends 都蠻相似的 屬於比較輕鬆歡樂搞笑的喜劇 也是適合學英文的 那這種劇裡面常常都會出現一些很經典的詞 或者是他們的Inside Joke How I Met Your Mother 裡面就是Barney常常說的 很無厘頭的東西 就你要看過之後你才會懂他們的梗 這種片對我來說都是比較不需要經過大腦 所以如果你工作一整天很累 回到家只想要放空的話 屬於可以很輕鬆看這種片的類型 推薦給大家 第七個要推薦給大家的呢 是在Netflix上面的Marvel電視劇 叫Dare Devil Dare Devil主要在講 男主角是眼睛看不到的 他雖然因為小時候發生意外 眼睛看不到 但是他的身手非常的皎洁 在戲裡面 他跟他朋友開了一間事務所 好像是跟法律有關的吧 所以他白天的工作呢 其實是跟正義有關 可是他相信很多東西不是法律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他有點像那種正義魔人 到了晚上他就會用他自己的方式 處罰一些惡人跟壞人 所以白天他看似是一個律師 但其實晚上他是一個superhero 我覺得他是一部蠻刺激的片 就是我會非常進入他的劇情 哇 上面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還蠻喜歡Marvel系列的電影跟電視劇 但我喜歡Marvel的程度沒有像Kevin那麼誇張 他小時候基本上是看Marvel跟DC的漫畫長大的 其實很多Marvel沒有演出來的故事啊 或者是人物跟人物之間相連的關係 也都是Kevin告訴我的 他才是真正的Marvel跟DC專家 如果要他講MarvelDC的話 大概好幾集也講不完吧 第八個想要推薦給大家的呢 是一部叫Ozark的電視劇 Ozark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身邊所有的人都在瘋狂開始追這一部 他目前只有出了一季 算是一個比較沉重刺激緊張的電視劇 因為他整部的濾鏡就是比較暗沉一點 很難 有時候他的濾鏡難到想說 欸 是我電視的setting有問題嗎 還是我螢幕調的太暗 但是沒有 他就是這麼的暗 這部片的男主角呢是Jason Bateman 他平常都是演喜劇的 所以我跟Kevin也蠻意外他會演中 這麼serious的電視劇 裡面在講男主角主要是在做金融相關的行業 那有一天他不小心被捲入了起前風波 跟黑帽有關的 導致於他跟他的家人必須搬到一個郊區 叫Ozark 也就是這部片的起源 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整個家庭的氛圍是會變得非常沉重 而且也很考驗夫妻感情的 所以目前第一季裡面 你都會看到男女主角之間的家庭關係 或者是他們怎麼用盡一切力量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小孩 跟維護他們之間的感情 但是因為他們需要對抗的是黑幫 所以就會讓整部戲又變得非常非常的刺激緊張 因為黑幫真的不是好惹的 所以你就會很希望他們可以度過所有的難關這樣 不過這部戲呢也會讓我們看到一個 即將支禮破碎的家庭 如何在面對這麼重大困境的時候 重新建立起他們的感情 我覺得這是蠻值得探討的一件事情 再來最後要跟大家推薦的兩部劇呢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所以留到最後當壓軸的 第九個想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是一部鬼片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但是大家不要怕 因為它是一部溫馨的鬼片 我算是一個蠻愛看鬼片的人 很奇怪吧 但我很煩小 只是因為我知道我結婚之後 睡覺的時候旁邊一定都會躺一個人 所以我就更肆無忌憚的在看鬼片 想說你知道反正晚上都有人陪我 所以我對鬼片也算是蠻有心得的 但是大家如果有看到什麼 覺得非常可怕或是一定要看的鬼片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一定會抓著Kevin一起看的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呢 主要是在講一個家庭跟一個房子的故事 至於那個房子的故事呢 我就沒有辦法說太多 不然大家也就不用看了 我覺得它好看的點呢 不是在於它有多可怕 而是在於它是關於一部親情的鬼片 我跟你們說我第一次看鬼片看到哭 不是嚇到哭而是感動到哭 不過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看 因為它畢竟還是個鬼片嘛 所以你知道也是有尖叫的時候 那個家庭裡面主要是有一對夫妻跟四個小孩 那四個小孩都有不同的故事 所以在看的時候就會讓你特別好奇 每個人的故事跟他們的關係到底怎麼樣 你就會一直忍不住想要繼續看下去 我能說的好像就這些 因為我怕有所有態度會不小心劇透 它的結局我是喜歡的 我覺得做的還蠻圓滿的 通常我不太喜歡看悲劇 我就會覺得說 我看了可能心情會更差 但這部片我看到最後我就覺得 喔你知道 心裡有得到安慰的那種感覺 我們終於來到了最後一部劇 第十個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語 我唯一知道的一個中文名字 我覺得這一部真的是一個難得的好劇 因為它的主角都是小孩子 那時候我看到我就覺得說 小孩子要怎麼去演這種東西 但後來發現真的每一個小孩都很會演 然後也讓我不禁讚嘆想說 天哪我在他們那個年紀的時候我在幹嘛 他們現在已經你知道這麼有才能了 唉這就是命啊 先讓我查一下要怎麼去解釋這部片 才不會又劇透給大家 好主要呢在講一個小城鎮裡面 有幾個小朋友感情很好 有一天晚上那些小男生們聚會結束之後 在回家路途中 有其中一個小男生失蹤了 而他的失蹤也讓整個城鎮 慢慢發現了一些非常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 那至於這些沒有辦法解釋的現象呢 都會在Stranger Things裡面慢慢的跟大家解釋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話呢 趕快打開來第一季第一集開始看 我覺得還沒有看過Stranger Things的你們呢 非常幸運 因為這樣子你們一下子就有兩季可以看 我當時看完第一季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結束 我覺得很想要立刻開始看第二季 不過我也建議Stranger Things要有一個伴一起看 才不會被嚇到 他不是鬼片的那種可怕 他是整個氛圍那個村子裡的氣氛 還有他的配樂等等的 喔!而且他蠻特別的是 他不是在講現代201集的故事喔 他的故事Storyline是設在1984 所以還會有一種很復古的那種感覺 蠻特別的 算是科幻恐怖嗎?我覺得應該算是科幻懸疑片 喔!第三季好像今年2019年的7月4號會開始出 很棒很棒 裡面我最喜歡一個小男生 他長得超可愛的 是戴帽子的 我再把他的照片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真的長得很有吸感 而且好像某一季吧 他可能在換牙 所以他的門牙都沒了 講話就會有一點大得懂 我覺得很可愛 他真的很可愛 這些就是我推薦大家必看的10部Netflix電視劇 當然還有一些秀是不在這10部裡面 但也蠻好看的 像Gossip Girl就是每個青少女一定必看的嘛 Suit 金妝律師也很好看 但我就是偶爾想起來才會追 House of Cards我之前也非常喜歡 但因為男主角Kevin Spacey之前有爆出一些醜聞 在目前最後一季裡面他好像也完全被撤掉 我就沒有再繼續追了 不然我覺得他是一個蠻好看的政治片 最近也很有名但我還沒有開始看的 Tiding Up with Marie Kondo 幫忙大家整理衣服的一個秀 那我知道很多人看了那個秀之後 都會忍不住開始整理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之後也開始看 搞不好可以給自己一些靈感 喔還有一部是不在Netflix裡面 是HBO的Game of Thrones 經典中的經典 就是大家拜託去看好嗎 Game of Thrones的規模真的 就像在看電影一樣 他每一季都耗資好幾億美金 動畫也做得非常好 今年終於要出最後一季 Season 8 我們大家都等了兩年 還有另外一部片好像也是HBO 然後很多人喜歡的叫 Westworld 但其實老實說 那一部片我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他的劇情走向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追他 但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喜歡 大家如果無聊可以看一看他大概在演什麼 那如果你們覺得有什麼必看 然後是我沒有講到的呢 歡迎在留言區 大家可以踴躍的討論 跟分享大家最愛看的幾部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 OK 必推的 欸 大家 你知道那個 一個男生 男生 我的腳麻倫